没有一个不专修净土 求愿化成 天台大师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智者大师 求生净土 所以天台中 代代的祖师 都以净土为归宿 近代的帝贤老和尚 谭虚法师 宝敬法师 这是天台中近代的祖师 都是求生净土 再看看明国初年 出家再家的一些大德 红牙华颜的信司法师 他老人家标榜的 教宗华颜 行在谜陀 以净土为归宿 居宿里面 江卫龙居宿 四十年的时间 修学薄弱 他写了一本金刚经讲义 四十年的功夫 他最后念佛求生净土 他的女儿 我见过面 在纽约 不知道最近状况怎么样 现在要在 差不多也应该接近九十岁了 曾经到台北就看过我 他自我介绍 因为我在台北讲金刚经 他来找我 他父亲一生是研究金刚经的 写成金刚经的讲义 我听得很欢喜 我们那时候正好 印这个江老居宿的金刚经讲义 前面还有江卫龙居宿的照片 我送了一部给他做纪念 他就讲的时候 他父亲念佛求生净土 他从前年轻 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 现在年老了 小的生死死大 这个事情要紧了 来问我怎么办 我就教他老实念佛 就是纽约的相太太 她的先生姓相 江卫龙的女儿 跟沈家镇就是他们很熟 所以年岁大的时候 才想到这个事情 也就难得了 不容易了 不如年轻 越年轻越好 国报就无比的殊胜 不要等到老来才修复 年轻人 应该要认真 要努力 我们的发挥 明天还有一天 这个第五教相这一段 明天跟诸位介绍 这一次我们只把这个 要解的学艺介绍出来 往后这个经文 我们再找机会 来跟同学们一起 研究 今天就讲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炎 宝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